字幕秀 現在我們要在這個系列的中間 就是這個系列的部分 我們要加上垂掛的柱子 那我們又由這個中間的地方 開始來做編制 那我们以这个0.8乘以4的环来做 最中间的地方我们要加入这个 就是10米的珍珠 10米的珍珠因为我们要让它垂过长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事先加了一个0.8乘以4的环 让它比较垂下来一点点 10米的左右 各加一颗8米的中间色 那这个中间设的上来这个环 我们要来接一个就是6米的珠子跟一颗深色的 我们就左右分开来做这样子 或者是其实这个是可以你随意怎么组合 那我的建议是说 我们先把我们的珠子的配色先摆放好 这样子就是大概是这样 把珠子摆放好 那如果不做对应的话 很随性的做那也无所谓 那接下来这个环 我要加两颗珠子 一颗大一颗小 那小的我让它 比较垂下来 所以我这个小的环 小的珠子我先加一个 先加一个0.8乘以4的 然后再取一个环 勾入这个 刚才加的0.8乘以4的环 以及一颗8米的珠子 再把它勾到这个环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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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在这个 这个环里面加了两颗的珠子 以后二��다五 Peace γ 第二次我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 六蜜的珠子 先加一个0.8乘以4的环 好 哦 那这个珠子在加的时候 记得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要加在这个环都要在同一侧 这样才会垂挂下来 所以可以每次做完都把它拿起来检查一下 你只要两侧同时做的话就不会错掉 每一次拿起来要做的时候都要检查一下 这个有没有在同一侧 那现在要做的时候就要把它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那一组一样 我也是要把六米的珠子延长 然后跟深色的并在一起 我也是要把六米的珠子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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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上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周围 所以我会让它就是珠子变小一点点 那我们就会以这个四米搭配六米的珍珠做一做 我让这个六米的比较长 一样维持六米比较长 然后四米比较短 我也是要把六米的珠子延长 我也是要把对珠子延长 我也是一样维持六米的珠子延长 你是不是就会怎么做 我也是一样维持五米的珠子延长 我想找一 совет 我也是一人维持六米的珠子延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直接就以这个0.8×5的环接上这个金属链 上面直接接金属链 这样就可以作为项链使用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项链的上面 已经完成的织带上面再接上这个金属链 那这个金属链呢 因为它有两头造型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造型金属链 那我们让这个大眼的这个就是 就是凤眼的部分 跟垫条 跟这个织带结合 那尾端它会是三个环 这个部分放它尾端 那这里 因为它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0.8×4 因为它比较细 跟后端比起来它比较细 所以可以用这个0.8×4的环来做衔接 直接跟我们的织带结合 那这里是一个扁形 所以它可以直接用这个0.8×4的环来做衔接 这个尾端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就是 这个长形状的这个金属 这个部分 因为它比较 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洞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然后要从这边出来 所以这个环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太小 我们可能就要用到0.8×5的 再跟扣具结合 再跟扣具结合 那么多的小关键 我们就再加一只一颗这个装饰的四蜜的珍珠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是必锁式的 所以要再以一个0.8乘以4的环来做衔接 最后我们要在这个链条的部分再加一个装饰的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4蜜的珍珠我们再先加上一个0.8乘以4的环 然后再来跟自带做结合 随意看你要加在哪里 可以把这个8蜜的珍珠跟4蜜的珍珠同时加在一个环的左右 或者是你要让它分开来 下一句 取设计这些颜的珍珠 那个大跟4是在这里 所有的色彩是在这个手指上 那么一些啦 现在一开始 E000 也可以这样子 那也可以 就是跟巴蜜的珍珠是在同一个环 只是它分在左右两侧 那我想要让它在同一侧 可以在同一个环 或者是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因为那里有三个环 你可以随意组合 这样子在这个链条中间就有一点点的装饰 那如果你觉得它太高 你也可以往下移 都可以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做法 一边就是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项链 就是在这个链条的中间也有一点点的变化这样子 这是我们介绍以这个管状编织的一个配件 然后去跟这个C圈做结合的一个作品 一个项链 那基本上呢就是你如果不要这个配件 你就是你不会管状编织 这个不要这个取舍掉 你直接就是在这个链子上面接上珍珠 接上或者是天然石 然后就是做穿插的这样子 如果不要做双层 你做一条链条这样子也可以 延伸做设计 那做更多层也是可以 那这个上面的部分就直接 你不要加这个或者是要不要都可以做不同的设计 那如果说这个单单这个管状编织的这个配件的话 你可以就是延长做成一条很长的 如果有15公分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做成手链 那或者是说在那个做成项链做成锦链 就是以类似的方法 这个这样子抓 后面尾端接金属链 也可以做成是那个项链 就锦链的部分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中间如果你是勾长的 这个管状编织 如果你是勾长的那个 大概15公分的话 你找不到这么长的金属链 包在像这样子做九支针的效果 那只能用就是珠宝勾针的方法 用那条剩下的线去做延伸 去让家的珠 如果说现在如果这个是 嗯 你是脂肠的 就没有办法 以这个金属线放在中间去做九支针配件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这条线 剩下的不要收 直接加这个珍珠 然后接上一个锡圈 再回来才去做收线的动作 就要反方向 那如果说这个珠宝编织 就这个东径线 它比较粗 没有办法穿过这一颗 你要加了这一颗珠子的话 那就把那条线收掉 另外以珠宝编织线 接在这里去做延伸 去加这个六米的珍珠 跟一个锡圈 然后再反方向回来 甚至你要多加几颗珠子也都可以 如果你那个东径线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勾针的这个线 穿珠子的线太粗的话 可能这个珠珠只能穿过一次 没有办法穿过两次 那就变成那一条 勾的那条线收掉 再拿珠宝编织线细的 再去做延伸的设计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 管装编织配件的一个项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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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